大家好,我是三秒,携肥局桃桃上岗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给自己的游学做个广告 我会在9月21和22日这两天 带着大家在北京游学国家植物园和天潭仙农潭 讲的除了植物,还会有一些古代的历史 古代的祭祀典籍 和背后的底层逻辑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那么我置顶留言有链接 那么谢谢诸位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再说一期国足的事情 有人说这三秒 你看国足输日本脸都不要了 三秒国足输沙克 你说还有一个教练 就都已经那样了 还赖着站着 还要继续干下去 你看天地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 这你刚才说的都说过了 还有什么 有,大约就是在国足输给沙特的那一天 那个足鞋为了可能是祭祺吧 然后开出了一长串的禁止从事足球的这些人的名单 那么有一些是过去的球员 有一些是终身禁足 那么还有一些是禁足五年 那么当然了这份名单肯定不全 你像那个谁 孙世林 什么那个秦升 他们都没有在包括在内 那么这些禁足的人 很多有人说是大快人心 他们就那个活该怎么怎么着 但是有一些被禁足的这些人 就已经发生了 请注意 这个禁足 他并不是说是犯罪 需要去蹲监狱去 只不过是禁止从事足球相关的行业 那么有的队员是这样 董球弟上马上就说了 为了四万块钱 为了四万块钱 然后就去选择了踢甲球 然后到后来就遭到了禁足 其实这种禁足除了那种 视灵点赞 这种场上特别特别恶劣的行为 那么更多的就是踢甲球 这件事情 那么球员为什么要踢甲球 两个字献心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你可以说是Dilemma 你可以说叫罗生门 你可以管他叫任何反正就突出矛盾的东西都可以 就是球员已经活不下去了 比如说这个三标这个中国的顶级球员收入难道不很高吗 我告诉你啊 这个可能那只是在许家印的金元足球的那一批的可能也就是一百来个啊 这样的收入是很高的 那么在他们稍微往下一脸的这些人收入就真的不够看了啊 那中超是中国水平最高的联赛 哎您别笑 这的确是中国水平最高的联赛 这没意见吗 中超有好多队欠着心呢 对不对 那中甲啊 中甲那是中国次一级的联赛 那水平也是很高的 那都是职业球员 什么叫职业球员啊 就是你踢球是你正经的工作 你是要拿工资的啊 那么中甲的很多球员 他的工资也就是一万多点每个月啊 就是说哎呀 这个先总理说过 那每个月很多人的这个收入都不到一千 这一万多点已经很高了 问题是你要明白 球员他吃的是青春饭 对不对 可能那个三十好几就要准备退役了 那一万多点这点的工资 可能真的不是很够 而且遭遇了欠薪啊 以至于我看有的球员说 哎呀遭遇欠薪到了什么地步呢 我只有一种念想 就是他们欠薪的时候 连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欠了吧 对不对 你不要光欠我们中国人 不欠那个外国人 那有人说 你看俱乐部这个样子啊 他为什么这个 不欠外国人的 只欠中国人的 难道也是这个跪舔杨大人吗 就像这个学伴 就像什么什么一样 可能有这方面的 问题是 人家杨大人真的去 非凡去告啊 去非凡去告的话 只要你这个中超俱乐部 他还在啊 你大概是能要到欠薪的 当然这个条件可能现在 现在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那么可是你中国的球员 你就算去 非凡去告了 反正你接下来大概率 还是要在国内踢球 你能去哪踢球呢 哎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困境 所以俱乐部欠的这个薪水是理直气壮的 俱乐部的钱哪去了 那么说实话啊 中国的俱乐部不像是这个欧洲的俱乐部 像皇家马格里这种一样 他能够靠自己强大的这种品牌效应去吸金啊 什么叫强大的品牌贸易去吸金呢 哎呀 不说皇马 说一个曼联吧 这曼联这两个赛季啊 在练习时长两年半 在腾哈赫的这个英明带领之下 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个曼联球迷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上赛季英超是第六吧 还是第几来着 然后靠了一个组总碑啊 就勉强的续命了 这赛季是输了连着输了两场 如果这个节目放的时候 对南普伦再输就是输三场了 反正这个战绩并不是很好看 而且他还养了一群所谓的腾甲军等等等等啊 这个好就此打住 你看曼联这些成绩都这样啊 对不对 哎 人家的这个市值还是很高的 这个拉夫克利特爵士 还是把它买了 说明这个品牌 它本身就是拥有一定的reputation 对不对 欧洲的俱乐部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恒大 对不对 那广州未营购 可是你离开了这个许皮带之后的恒大 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中国的俱乐部是没有这种所谓的百年俱乐部的底蕴呢 您瞅一点这些俱乐部的这个队徽像米兰 1899年 那大清光绪年间 像国际米兰 那是这个队徽上写的1908 那是哪一年啊 那是光绪和老佛爷死的那一年 黄马是1902年 那一年八国联军刚从北京撤传没多久呢 所以百年再加上他们有成熟的赛事等等等等 他们是有这种品牌效应的啊 那你看这种中国的俱乐部根本离开了老板 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对吧 而你要不要投资足球 如果尚靠促局 那这个投资足球可能还有一点点意义 否则呢 对不对 那就是一地鸡毛 当俱乐部这边老板的投资断了 那么整个的俱乐部真的就会面临这种欠薪的风险 有人说那这种情况下 足协干了什么呢 足协把这个每个俱乐部收了一种调解费啊 好像是打几千万上亿的这种调解费 至今没有退还给俱乐部 所谓的这种调解费 他的意思就是说 平衡俱乐部之间的这种财政差值 你看说的很好听 但是到实际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接着说啊 那么这个足协每年理论上讲 俱乐部你是不准欠薪才能够准入的 这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规则 当然咯 如果中国的俱乐部 你能够去严格执行这场规则 你会马上发现中超 中超的球队可能不会超过五个手指头 就能数得过来 中甲可能也差不多 就是这个数中国的足球 就别玩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 这个足协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 真的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没办法 你联赛总得要有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足协在很多时候 他没有作为或者胡作为 而这个企业呢 不负责当时摔手掌柜 这个时候队员就被欠了心 本来薪水其实也不高 他就被欠了心 那有人说啊 那徐峥演过一个这个电影 就最近的 叫那个孙外曼 他们这些队员 对吧 那身体比三喵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对吧 得跑得比刨瓜不知道快到 哎呀 跑得不知道比刨瓜快到哪里去了 给大家看看刨瓜啊 所以说 他们难道不可以去送个快递吗 送个外卖吗 干点体力活 对吧 这个不香吗 这些这些球员平常家里有个车吧 对吧 那个去去那个考个滴滴顺风车不好吗 哎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要疼了 就跟某个专家说的那一样 说什么呢 说这个啊 这个老百姓可以把空余的房子租出去 拿自己的车去跑这个滴滴 哎 这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球员啊 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球员 你跟这个职业队签的合同的 那么你每天你要训练 对不对 你要训练的话 你就要在这个基地附近去这个住宿 而且前几年我们遭遇了这个大白 我们遭遇了大白同嗓子啊 这样的这个时代啊 所以说那几年 我们说呢 球员们如果他想要在球队里面继续提 你动不动就在酒店里面被封闭被封闭被封闭啊 动不动啊 比如说这个上海出了几个这个怎么怎么知道羊的啊 好吧被封在上海的酒店里面 然后他回到北京啊 还得再隔离一个十四天 那你告诉我他他怎么样去这个开园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 球员可能被欠了几十万上百万这样的薪水 然后为了几万块钱 这样铤而走险啊 这个之前啊 有一个哪个电影还是电视剧 小偷之家里面说过 我说如果为了生存而投呢 这样的投是可以被原谅的 这话对不对 这里不做评论 但是你想啊 这个很多球员他为了几万块钱 去这个踢甲球 那么李铁陈旭员 这些人对吧 那么八千万一个亿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你说这个足球怎么能好呢 阁下跟着这样的重置 怎么能把足球搞好呢 那么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就是今年的国足 可能是往后几年最好的国足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孩子家长 想把孩子送去踢足球的话 你怎么送啊 对不对 这个我看有的 有的人在留言啊 说如果要让孩子去踢足球 如果文化科还要兼顾的话 每一年的投入 大概真的是十几万 二十万人民币左右 对吧 那我们知道足球的投胎率是非常高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像张玉宁 他爹那个样子 张玉宁 你可以说他在场上踢的一言难尽 但是人家踢出来了 对不对 真的相对来说踢出来了 那更多的就是比如在中甲这种地方 你说他可能能踢职业 但是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在北京国安上海生花 这样的球队里面当绝对主力 可能就是就是在中甲 那你说这样怎么办呢 那还欠着心 然后可能还因为几万块钱去踢甲球 那么请问家长还愿意让孩子去踢足球吗 对吧 之前刘建宏说过啊 说哎呀 国足输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是家长 你要问问 有没有让孩子去踢足球 如果你是这个校长 有没有让孩子去踢足球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撇开房间里的大象 在胡咧咧 对吧 那说到底 他还是一个什么呢 我大清自由 国情在此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足球一定是好无聊的 或者说你可以说去发展一个中国特色的足球 那就是赢两遍 赢麻了 好了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了频道 点亮小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